相信絕大部份拍過拖的男生 偶爾都會想 蛤 為何我女朋友這麼煩 甚至煩到約了自己朋友出來訴苦 唉 為何喊聲嘆氣呀 我替她說 她覺得她女朋友控制太強 又好像拍錯拖 分手又覺得心有不甘 不分的話又能為自己 繼續這樣下去 無論長痛短痛 都是一場殘酷遊戲 所以現在她心裡越麻 嘩 聽起來你真的很適合 你聽我的演唱會 那你有沒有票 我來做嘉賓 那你就不對了 你明知道女朋友控制太強 還要我們兩個美少女出來喝東西 你先醒醒自己 我走了 我先走了 你又走 我知道肯定又是男朋友不對 為何你們還要認識其他女生 只認識媽媽和女朋友兩個女生就夠了 人心不足蛇吞 真棒 不過這麼多女朋友 你們也需要知道 你們真的好犯 現在的男朋友 已經被女朋友訓練到 懂得條件反射 起床第一件事 不是擦牙 不是洗臉 也不是去廁所 而是 發尼訊告訴女朋友 自己醒了 就連自己 昨晚睡得好不好 有沒有發噩夢 現在這麼不急了 都要告訴女朋友 若然不是 女朋友就會開始問責 你為何醒了都不跟我說 為何你醒了不馬上找我 你根本就不愛我 其實是很難做出選擇的 你不說 她生氣 你說 你要陪她聊整天 一旦你發微信告訴女朋友 你醒了 那你就經常都要跟她聊微信 無論是出門 BB 我出門了 上車 BB 我上車了 到公司 BB 我到公司了 吃早餐 BB 我吃早餐了 都要跟女朋友說一聲 若然不是 女朋友就會開始問責 你剛才去到做甚麼 為何你不跟我說一聲 你根本就不愛我 所以 現在的男朋友 都很喜歡開會 不是因為開會的時候 不可以玩手機 而是開會的時候 可以拿正牌 不回覆女朋友微信 女朋友問責 你剛才去到做甚麼 你就可以回答 我剛才 你開會 哦哦 但其實 談微信不是最慘的 最慘的是 要一直談 但如果 你不是跟你女朋友同居 那你呢 就要談到她睡覺為止 明明已經談到沒什麼好談的 但是不可以睡覺 你試下說你睡覺先 明天起床 你就會見到你女朋友 半夜發朋友圈的 你猜一下 有沒有人安慰她 你當然不可以讓其他人 安慰你女朋友 所以 你提前 安慰你女朋友 BB 為甚麼還不睡 睡不著 早點睡吧 要不然 對皮膚不好 對我的生命也不好 最後 說完一輪 八卦之後 你女朋友 直至有了睡意 她 直至去睡了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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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 你就在開時間 去打機 終於不用報備 還不打扮 不過很快 你女朋友 就不會再滿足於 只是跟你談微信 她會想跟你 談電話 你是完全想不明白 為甚麼要打電話 但我告訴你 其實她也不明白 因為 每一次她打給你 你問她 喂 怎麼了 她會回答你 沒有 沒事不可以打電話給你嗎 她是沒事 但也要打電話給你 你當然明白 她打電話給你 是因為 她掛念你 多甜蜜 糟就糟在 你也很掛念遊戲 手機就雙倍 聊了電話 就不能打機了 如果你身邊 沒有多一部電話 或者多一部電腦 那你可以怎樣 唯有 一邊打電話 一邊閉目養神 男朋友是想不明白 為甚麼 他們那麼喜歡談微信 和談電話 為甚麼他們經常要我們陪 這是不是控制狂 我覺得 男朋友會這樣想 真的無可厚非 因為 拍拖對男生來說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但 完成任務 就不是那麼開心 但女朋友規定了 你一定要跟我談微信 你一定要陪我談電話 我不睡覺 你不准睡覺 的時候 拍拖就不是一件開心的事 而是一個負擔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 除了親密無奸 亦需要一些空間 怎樣保持這個距離 可能是所有情侶 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 這個距離 應該是多少 月之一二 創造月宇新流行 大家好 我是Janice 維文 7月20號 我將會舉行我的 OMJ世界唱會演唱會 廣州站 這個show 其實是 內容是特別為我 有些粉絲去設計的 會有很多我平時不會唱的歌 那希望 到時會見到你們了 月之一二 創造月宇新流行 大家好 我是OMJ 最近我又出了一首新歌 這首新歌叫做 十號樹文貴 那這首歌是我自己作曲的 這首歌是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心底 裡面都有一個Locker 這個Locker裡面 收藏了很多我們的 回憶 經歷 人和事 希望大家喜歡這首歌